欧拉开元4年正在改变操作系统格局 操作系统被称为信息产业之魂 但是以往操作系统大部分以国外软件为主 在中国成长起来 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操作系统品牌几乎没有 但如今历史正在被改写 欧拉仅仅开元4年 累计装机量就达到了610万套 2023年中国服务器操作系统领域 欧拉系市场份额排第一 占比高达36.8% 更关键的是 欧拉不仅仅在国内成绩优秀 就连全球化都做得相当好 英特尔 英伟达等国际巨头 以及国际九大开元基金会 都在与欧拉进行合作 一套立足于中国 还能吸引国际巨头参与的操作系统 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 欧拉或许真的有可能改变全球操作系统的格局 那么欧拉为何能这么快崛起 又是如何吸引这么多外籍参与的 这还要从数字革命说起 在人类历史上 发生过三次科技变革 几乎每一次变革都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 蒸汽机的发明让英国迅速崛起 电力革命又让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而互联网等技术革命 让美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如今随着5G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科技的崛起 人类又站在了技术革命的关键时刻 这次革命就是数字革命 联合国也在数字经济报告2019中 就明确表明了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增长点 因此 全球有能力的国家和企业 都在积极发展数字技术 比如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 要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 而且要在能源 金融 水利 以及物流等重点行业进行转型 如果转型成功 那么数字经济一定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同样对于其他国家也是 谁能在数字化转型中占据先发优势 谁就能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中取得主动权 于是 一场关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变革 在全球拉开了序幕 欧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它原本是用在华为昆盟服务器上 2019年时 华为将它对外开源 两年后 又将它捐献给了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因此 欧拉不仅仅是一款操作系统 同时也是一个开源社区 为什么要开源 答案很简单 就是为数字化变革保驾护航 科技变革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数字技术要依托5G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设施 这些设施又需要高性能的硬件和软件支撑 其中 操作系统就是软件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向下连接着硬件 向上又支撑起各种软件 被业内人士称为软件的根技术 重要性不亚于芯片 没有它 数字化转型就无从谈起 对于中国而言 数字操作系统是必须要突破的关键技术 对于其他国家同样如此 欧拉就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 但是想要做好操作系统并不简单 一般来说 操作系统本身不难 难的是生态 就比如 中国以前也有企业在做操作系统 但是由于起步落后 很难突破拥有的生态壁垒 欧拉要快速成长 就必须要建立起丰富的生态 开源就是为了更好的搭建生态系统 捐赠给基金会 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 开源和捐赠后 欧拉就由一家企业主导 变成了整个产业主导 大家的技术和成果是可以共享的 而不用担心自己的贡献成为别人的果实 这样才能共同搭建数字操作系统生态 事实证明 这一点完全走对了 开源四年后 欧拉吸引了众多企业 不仅有三大运营商 各大国内软件企业等 还有英特尔英伟达等国际巨头 合作单位超过了1380家 贡献者数量超过了16000名 如今 欧拉已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开源社区之一 这也是欧拉能崛起的关键 在大家的努力下 欧拉每年装机量都在成倍增长 2021年年中时 欧拉装机量还只有55.3万套 到了年尾时就突破了百万的装机量 2022年时 欧拉就跨过了300万套这个生态拐点 宣告欧拉正式成长为主流的开源操作系统 根据IDC的预测 2023年 欧拉的装机量将再次翻倍 达到610万套 如今 欧拉系统已经在交通 电力 水利等基础领域大规模应用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欧拉承担起数字时代的历史使命 当然 这种使命不是一蹴而就的 欧拉崛起的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一直在帮开发者解决痛点 就拿操作系统碎片化来说吧 中国操作系统现状非常复杂 硬件端有手机 电脑 服务器设备 物联网设备 还有工业设备等等 设备种类非常多 软件端也有进口操作系统 和国产操作系统 这两个里面还有多种多压的操作系统品牌 不同企业 不同设备 甚至不同品牌的操作系统都不同 导致整个操作系统市场碎片化非常严重 就好像一栋大厦里 每一个房间的水电管道尺寸和规格都不一样 那么在装修和管理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费劲呢 数字操作系统也是如此 数字经济的关键就在于数据流通 如果设备都不能连接 数据又怎么能流通呢 数据无法流通 必然会严重拖慢中国数字化的脚步 因此对于整个数字产业来说 操作系统碎片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欧拉就创造性提出 多样性全占原子化结偶等技术 利用这些技术 欧拉可以做到一套架构支持多样化设备 如今 欧拉已经可以支持六大主流架构 可以覆盖服务器 云计算 嵌入室等全数字设施场景 一举解决中国操作系统碎片化问题 这种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和创新 花费时间和精力非常多 一般企业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在欧拉社区里 类似的创新技术非常多 他们不但要弥补技术上的差距 还要开发更先进 更适合数字化的操作系统 尤其是这两年 国产芯片和人工智能迅速崛起 对于欧拉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正是因为欧拉为开发者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他才能这么快成长起来 按道理来说 欧拉在国内取得这样的成绩 已经值得我们骄傲了 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其实还不够 欧拉的格局相当大 他不仅要做中国的数字操作系统 还要做全球的数字操作系统 因此在国内站稳脚跟后 欧拉在2023年又开启了国际化的征程 他们与海外九大开源基金会展开合作 服务的国家达到了150个 这一年也被称为欧拉国际化的元年 原本我以为欧拉刚刚成长没多久 他的国际化一定会非常困难 在简单的试水后 欧拉就获得了一些欧美大型企业的认可 他们积极加入欧拉 有的企业还向欧拉捐赠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为了了解国外机构是如何看待欧拉的 本猫还采访了几位海外开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它已经在中国的第一个活动系统 它在增加了很快 这是未来的一件事 而在这些的记录中 欧拉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和成功的开源社区 而且在与欧拉的合作中可以互惠互利 要知道 这些人可都是国外头部开源基金会核心骨干 能让他们觉得有收益 说明欧拉的开放性与专业性 已经得到了全球的认可 从无到有 从国内到国外 欧拉的崛起证明 只要中国企业团结起来 我们就一定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操作系统 欧拉或许真的会改变世界操作系统的格局 欧拉的崛起来